嗨我姊姨 我是Aaron 那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義傑要來分享他平常常備的小包 結合了各個品牌 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開始介紹 首先呢 我第一個介紹的包包 就是有在看我IG的人 一定都有看到我很常在背他 出現在很多版面 對很多版面 第一個就是 KUCHI的1955的小包 對他們系列的 他不是小背包 他就是小包 一開始我看到這個是從小紅書看到 那時候還沒看過人家背 看到之後就有一天走去KUCHI的店 跟那個慧哥說 欸你們現在有這款包包嗎 他說欸有唄 剛好有 我們就一起去看 他好像是剛到 對剛到 但他說如果要就是訂 你不是現貨嗎 沒有 我訂這個包你知道訂多久嗎 兩個多月 你記得嗎 我記得我從2月過年的時候 訂到5月我才拿到 因為中間有一度就是有小瑕疵 所以後來幫我換包 反正這個包我等真的超級久 但這個包真的對我來講 蠻實搭的 首先呢 它是一個翻蓋的 然後這邊是磁口 哇你這個還會塞這個欸 對我會塞把它撐起來 我不喜歡有折痕 它的包包對我來講蠻大的 我不知道大家大的定義是什麼 反正對我來講很大 就是我的手機 皮夾 你的嗎 放了進去 其實這邊還可以再放東西 如果會補妝的話可以放口紅 然後背起來給大家看 這個長度是我自己搞的 我覺得很適合我的身高 我最常就是這樣背著 而且我覺得這個包啊 你不管是配裙子 或是你今天穿的比較 褲裝 對褲裝 上面就一個擺梯 怎麼樣很輕鬆都可以被出門 而且它非常擺搭 我覺得這個老花的這一款是我蠻喜歡 大家後來好像現在也有出長的 就是蠻多款式 大家如果喜歡可以去看 因為它真的很實搭 這個真的是我很方便的一個包包 比如說我去買個東西 或是帶比伯出門什麼的 我就隨手一拎就這個包包 因為我覺得它是很蠻耐刮 在我包包裡面 它是算很耐刮很耐用的一個包包 我用那麼久欸 到現在還是跟新的一樣 好 這是第一個小包包 那第二個來介紹我 蠻常備的一個 這個版面也常出現 Dior的 它們叫做小腰包 對 只是我不是把它拿來當腰包 它就是這種也是老花系列的 我那時候看到這老花 我就覺得很好看 因為它們比較多 比較淑女的款式 我覺得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適合我 後來看到這個老花的 我很喜歡 你就喜歡這種比較偏向 中性 帶點個性 對 然後這個後面它有兩個 可以腰帶穿過去的小扣環 它有附一個腰帶繩子 我都拿來當鞋尖的 然後它裡面的容量 來看看 這個真的大 這個你不用塞東西 這個可以裝完 這真的是 對 這真的蠻多 而且它裡面其實有卡夾成 我背這個包包是不會帶錢包的 因為你看 放不進去 代表是它只能放一台手機 再加上信用卡 它就是我正常要放一台手機 卡片我就是放在這個邊邊 然後這邊還有個零錢拉鍊層 然後給大家看我正常的時候會用的樣子 這個很適合穿褲裝的時候背 我都是這樣背 然後有時候跑著跑著到這邊 就這樣背著這樣 我覺得這款跟你上面那一款褲子很像 它其實是你日常生活中 每天的穿著都可以搭配得到的 這個蠻好看的 但說真的這樣配洋裝好像還好 它真的配褲裝很好 可以再附上照片給大家看 然後有些人是會把它當腰包這樣子 但可能需要去打個洞啦 如果我不曉得自己要怎麼挑包包啊 建議都可以從經典款 或是像他們這種老花款去做下手 因為你可能包包背久 你也不會退流行 我覺得可以供大家參考 我覺得我買的包包也都不太退流行 對 你都買這種很safe的 對啊 這個其實也買了 喔 有一陣子了 兩年 忘記了 反正就大概兩年多 但現在還是會一直背 兩三年 不會覺得好像過時了就不背它 這個蠻方便的 那這個是第二個小包包 再來有一個也是我很常背的一個包包 這個包包的牌子是Jocender 這個嗎 沒錯 如果以我們剛剛前面介紹 它算是比較小眾一些些的品牌 但是它在像日本、韓國還蠻紅的 其實在台灣也蠻紅的 它就只能在買手電或請代購買 它的大小其實跟KUJI這個大一點點 我很喜歡這種可以有背帶的包包 因為就不用爽啦 很方便 然後它裡面的容量一樣是 就這樣而已 兩個小內袋都沒有 很夠裝的啦 不夠裝是對於你的標準來說 它是很夠裝的 錢包及 可以放進去 然後還很空 然後它有一個小小的磁扣的地方 以防東西掉落 對 然後它其實就只有很小很小很小的一個logo在這邊 看到看到很小 但是這個很百搭我覺得 喔 這個真的是穿洋裝、穿褲裝什麼都好搭 因為它顏色是淺色 就是很剛好是在我161的身高 剛好卡在這邊 好看吧 而且它這款包包是有出蠻多顏色的 奶茶色也有 白色也有 米白也有 反正很多非常多 對 而且你看這個包也買蠻久的 很久喔 但是現在拿出來背你會覺得 欸 其實還是很OK的 很隨興很好搭配的 它的繩子是有點像這樣編織的感覺 所以很適合夏天背 OK 這個就結束了 再來就是進入 這個吧 這個吧 這個嗎 這個嗎 呵呵呵呵 等一下先介紹一下 這個故事由來就是我朋友自己想去買LV的包包 然後抓進去了 然後我在坐著的時候 他就說 欸 怎麼會有這款的包包 這款包包很難買 代購也很難買什麼什麼的 我說它什麼包 所以我就看到 我就說 欸 蠻好看的欸 那你對它有意見忠情嗎 有啊 我那時候就覺得它蠻特別 因為我沒有這種款式的包包 我那時候也沒有這個品牌的包包 你記得嗎 好 總之我來開箱給大家看這個包包 登登 這個是LV的手提包包 這叫什麼圓筒包嗎還是什麼 應該就是圓筒 我不知道 真的不曉得 挺棒 我不知道欸 反正我就覺得它很像一個化妝盒 那時候其實很流行的是香奈兒的 但是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 很好看 又是這種老花 可是是新款 然後它旁邊有附一個這樣子小小的鎖頭 你這鎖頭超新的 你看它真的很新欸 然後來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這就不用講了啦 這個容量大到一個大爆炸欸 這款包包有風擊意識嗎 那時候 有欸 它好像是秀款包 這個袋子其實我後來有時候 比較不常用到它 我覺得手拎蠻可愛的 這樣手拎得出去就很可愛了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圓圓的 我那種扁身的背起來會覺得一坨東西在這裡 對 會蠻突兀的 所以它這款包包設計的就是你可以 鞋背 肩背跟手提 三種拿法 對 肩背 這個是我鞋背的長度 我看 這樣 喔 很Q啦 其實很久沒看到它 它的配色是上面是做深色 它配色是好看的喔 然後旁邊是做這樣 對 我只是看它配色這樣子 我才很喜歡 而且我發現就是LV現在漲價的幅度也很誇張 我記得你那時候好像剛買了這個 它後來好像調漲也調蠻多的 嗯 它有調漲 然後後來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光二手店的價錢它也蠻高的 就比它高了 對 就比它高了 對 我想起來了 我真的不想讚嘆 但真的怎麼那麼新啊 好 可以 然後再來呢 這個是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那時候很流行大家去二手店逛 就是買一些Vintage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們也去逛逛好了 我想去找一個旅行袋 對 它想去找一個旅行袋 我就旁邊等它看著看著的時候 就看到這兩個了 然後一吻價錢 哇 各位 它的品項跟上它的價錢 你會覺得CP值超高的 對 那時候就覺得哇 這個錢 我不買對不起我自己耶 所以後來我就帶了這兩個回來了 沒有 因為背上去也是好看的 先介紹這個小的好了 可是它的防塵袋就是那種舊款的 但是那個買手店它是有附 他們自己的那個店有購買 而且是日本很大的品牌 就是這個 這算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欸 它算是晚宴包嗎 可以鞋背的 因為它的型很像是人家手拿的 對不對 它可以手拿 因為它的這條鏈子是可以拆掉的 它拆掉之後其實就變成一個長包包 就你可以這樣手拿 手掌是不是 之類的 它這個長度其實就是固定的 然後它背起來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你看 然後這個背起來我就覺得 又是出門很方便 哪一個不是出門很方便 就是說你日常生活穿搭 都可以背得到的 不會說啊 有些包包你要特定什麼場合 才能去背它 對 這就是我第二個LV的包包 然後再來同時在那間 Vintage店買了這一顆 手提圓筒包 欸 它們的皮是不是都很好啊 你看就是 可能我沒有買過牢包的人 不然我真的看不出來這個是十幾年前的包欸 那時候它看到它也是覺得 哇這個很好看 它就一直戴了 這個最後悔的你知道什麼嗎 它其實叫做母子包 它是媽媽 它有個小孩記得嗎 那時候一個很小 那個小孩我沒買到它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不知道那個小孩要幹嘛 後來才發現其實它應該要掛一個它的小孩 它的縮小版這麼小 可以放零錢袋的 好可愛 那時候沒買到 拿起來上身給大家看一下 可愛吧 好吧 這樣背可能有點怪異 可能要穿牛仔褲的時候背會很好看 這也是它平常偶爾會拿的一個小包 好 對 再來就是Chloe的包包 它算是它們家也是很經典的一個包包 我買這個包包大概六七年有了 它真的算是我第一個人生中的精品包 那時候包包為什麼就覺得它背起來好好看 顏色也很好看 這個就是它們經典的小豬包 然後這是它們最小的尺寸 那這是什麼顏色 橙偶色 喔 這個包包有一個缺點 它太軟了 喔 皮質比較軟 對 所以它一定要塞它裡面的這些防塵袋在裡面 現在不會跑掉 然後空間 超的 喔 裡面是做擠皮的嗎 喔 裡面是擠皮的材質 乾乾淨淨 你背起來給大家看 太久沒看到它 認真看一下它 它比較特別是這個 可以放在這裡 欸 防小偷嗎 我有時候會這樣手拎 但是我背它其實比較長 所以我會打一個解在這個地方 像場的時候會打一個解 讓它高一點 不要適合你的身型 這個是小號的尺寸 但我背起來也是算有一點點大 也好看吧 到現在看還是好看吧 基本款的包包 然後最後一個 也是Chloe的 去年非常火紅的編織包 它有大中小號 後來出了一個mini鞋背款式 然後這個是可以兼背的 今天會不會卡一手 我會卡 但是會不會是因為我穿這件公主秀的關係 有可能 正常這個包就是我夏天出門背的時候 放一些比較重的東西 你是因為先買的那一雙拖鞋 對 我先買了它拖鞋 後來看到我這一個 就覺得好像可以配一對喔 蠻好看的 這個超大的 我比較少大包啦 因為我東西真的很少 非常少 OK 好的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介紹 大家如果還想看一傑介紹什麼主題的話 歡迎下方留言 你還有沒有東西可以拔 沒有 拔光了 已經沒了嗎 還有 還有 喜歡的朋友們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下次見 掰 對 不用讚 已經開玩 filed了 其實這邊 是